大家好,我们之前一期节目讲了如何利用Gamma App一键生成PowerPoint,收到了非常好的反馈。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讲一下在你已经有完整的Word文稿的情况下,同样利用Gamma App如何一键转换成PowerPoint。 首先我们还是要登录Gamma App的官方网站,在这里我们选择Seeing,Continue with Google。 进入以后我们要选择New with AI,那么在我们有完整的Word文稿下,我们要选择右边的Test to Tech。 同样如果我们不是非常熟悉英文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点击鼠标的右键,选择翻成中文。 我这里面是利用的Google Chrome浏览器里面内置的Google翻译进行翻译。 那么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一种是把我们文稿中的文字内容直接进行粘贴。 另外一种我们选择直接导入Word的文档,Google的文档都可以。 那我们先来导入这个Word的文档。 在这里需要跟大家科普一个概念。 Gamma App支持的Token数的上限是5000,但是这5000并不代表是汉字的5000个字。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文稿的元件,我们字数是3830个字。 但是完全粘贴进去以后,我们显示的Token是4659个Token。 那么我们如果把同样的文字粘贴到ChairGPT的Token技术器里面。 那么ChairGPT里面大家可以注意,它需要8500个Token。 这是因为两个公司它们标记Token的方式是不一样导致的。 那我们再说回Gamma App。 这里的提供说明的位置相当于我们的Prompt。 就是简单的用一些文字告诉Gamma App,PowerPoint最后出来的简报的话, 大概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形式的。 那么它也有一些示例,比如说我们可以直接选专业的教育性的Transformer的销售的。 后面的话是语言的种类,我们直接选择简体中文。 大家可以看到它自动生成的Prompt。 以专业且引人入胜的语气撰写,使用简洁且有说服力的语言。 如果笔记中缺少资讯,请自行添加丰富的细节,并挖掘出更深一层的意义。 请以简体中文生成简报,运用版面设计和图像式的简报脱颖而出。 这里面需要注意一下,我们需要把这个,如果笔记中缺少资讯,请自行添加丰富细节。 我们改为请勿擅自创改。 如果这个不改的话,那我们最终生成的简报的内容会跟我们的原文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 Prompt改完了以后,大家需要看一下这个长度的设置。 我们一般要把这个长度选为最大。 另外图片许可,如果我们内部使用的话,那么你选择所有图片就可以了。 如果你需要商用的话,那我们需要选择免费用于商业用途。 那么接下来我们点击生成。 这个部分还是我们选择主题的。 这里我们同样随便选一个就可以了,因为后期我们还可以更改。 那么大家看到这个过程就是AI在通过我们的文稿,在自动转换成PowerPoint的一个过程。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话,文稿就已经生成完毕了。 那么首先我们可以把鼠标挪到最左面的部分。 看一下它的大纲跟我们文稿上的原版大纲是否能够匹配到。 如果这个大纲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是描述有问题或者顺序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人工去调整。 其次我们看一下内容,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图片不符合我们文章的整体内容的话,我们可以鼠标右键,我叫有人工智能编辑。 请帮我挑选更多符合内容要求的图片。 我们可以直接把我们的需求告知AI。 那么如果我们觉得哪一张图片合适的话,我们可以直接进行拖拽去进行一个替换。 关于Gamma App的一些基本操作,还有基本的一些AI功能,大家可以看我之前发布的那一期视频。 里面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描述。 在这里我就不做过多的演示了。 大家看到其实文字内容大体是和我们的原稿相近的,但是它显然做了很多的一些删减的工作。 如果我们觉得它的文字描述不够好的话,我们可以自行的去更改。 那么大家如果觉得主题不合适的话,也可以通过点击主题的按钮去进行一个更改。 同样我们来看一下展示的效果。 当讲解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它这个聚光灯的功能。 聚光灯的功能可以更好地强调我们当下正在讲解的重点。 这里面讲解了如何利用完整的文稿来一键生成Gamma App Powerpoint模式。 那么接下来讲,如果我们在没有完整的内容情况下,只有提纲的情况下, 如何利用Gamma App去生成Powerpoint,让AI去帮我们自动填充内容。 首先我们回到主页,同样我们点击New with AI,Test2Deck。 在这里我们可以简单的将我们的提纲输入进去。 那么在这里我们还要选择简体中文,记得提示语中要输入。 如果笔记中缺少资讯,请自行添加丰富细节。 这样它就会根据我们的提纲利用AI去自动完善内容。 那么点击生成,同样是选择主题,我们随便选择一个主题。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AI已经开始帮我们进行一个内容的创作了。 目前AI已经完成创作了,让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具体内容。 首先我们可以先更换一下主题。 比如我们觉得全都是文字,太单调的话,我们可以让AI帮我们添加一些图片。 我们首先可以将页面转换为中文。 我希望文字可以更加简练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我要求AI把这一段的文字改得更加简练一些,已经帮我们完成了。 如果我们觉得它的文字不理想,我们还可以选择原来的将它切换回来。 这一部分我们如果觉得AI把我们生成的都不合适,我们也可以通过它的视觉模板去进行一个调整。 具体的操作,大家同样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 讲到这里,我们在原来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的情况下,利用Gamma App的AI自动填充的功能,简单的完成了一份PowerPoint制作。 接下来我们可以将它进行一个导出,我们可以导出为PDF的格式。 同样也可以导出Office的PowerPoint。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利用Gamma App导出的PowerPoint格式的文件。 基本上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这里面需要注意几个问题,一个是它有的时候会出现图片,不是特别合适的情况。 那我们需要手动的去修改一下,更适配这个PowerPoint的格式。 另外就是有的时候文字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Gamma App里面支持的文字的样式比较多。 如果出现了文字不匹配的情况,一般它在导出的过程当中会提示大家, 那么我们需要在我们的PC的系统里面去下载对应的字体。 节目的最后我也需要跟大家讲一下Gamma App目前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 首先就是由于它现在使用的量可能比以前多了,那么它会经常出现一些服务器过载的情况下,就是它经常会报错。 那么它一旦报错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会需要我们再重复的去进行操作。 另外一个方面是它的文字生成能力比较浅显。 如果你这个PowerPoint需要让它填充的内容过于专业的话,它很难表现出人类可以具备的专业水平。 包括ChatGPT也暴露出来了同样的问题。 根据一些专业人士的解释,主要是由于他们算力出现了过载的情况, 他们为了节省算力,所以减少了文字生成思考的步骤,所以才会导致它的文字能力下降。 这里的话可能更多的需要我们人工的去进行一些修饰。 那么另外也有好的一方面就是这一类的人工智能的软件,它们的更新速度非常快。 以Gamma App为例,就在两个星期之前,它还无法去实现今天给大家讲的这部分内容, 代表它的更新速度会非常快。 那么我们同时也很期待在未来的时间,它会不会发生更大的改变,给我们带来更惊艳的效果。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为我点赞收藏订阅,这样会让算法知道你喜欢相关的内容,为你推送更多的同类频道。 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大月,拜拜。